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5月11日 今天是星期六 來到星期六的時間 我們繼續跟大家詳細揭露 是最新的時事 今天也來到農曆年4月初四 今年是甲晨年農年 這一節我們要回來跟大家研究 北部都會區 大家應該知道 這個香港現在似乎 是想強硬地 繼續 大搞這個 北部都會區 原因有幾個 第一 這個本身是香港 既定計劃 第二就是 香港政府其實現在 是繼續 是使錢模式的 這個是香港的貪腐方式 就是把大量香港庫房的錢 投放到 基礎建設上 即是大搞工程 大搞基礎建設工程 並不是 要服務大眾 而是 把大工程扔出來 本身 就可以有大量的油水 在裏面 拿回來的 現在有種種的證據顯示 香港政府 打算 在完全計不到 怎樣回本的情況之下 是強行繼續推 北部都會區 最新的訊息 是香港的藝立法會 又批了三百多億 是比這個 北部都會計劃的 我們繼續詳細說之前 請各位記得繼續做好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繼續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男士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訂閱 增長 實在太慢了 敬請各位快點幫忙 記得訂閱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請各位 最重要 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方法很簡單 繼續打開我們本台 星期二日報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再播放 再加手動點擊 敬請每一位聽眾 不論是新聽眾還是舊聽眾 記得幫忙支持 因為你要做事其實是有限的 而且也不需要付費 所以請各位記得幫忙 當然我們仍然希望 我們的熱心聽眾 可以 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最後請各位記得 透過本台連結安裝VPN 這個是對大家 有用 實際上對我們的收入影響相當之輕微 香港政府 是十五十六 因為香港的地產商 是徹底拒絕 是在香港投地的 而這個叫做北部都會區 北部都會區 是林鄭年代 已經計劃了 要做 的一個 是香港重大基建計劃 早前香港政府 甚至乎是動用 是土地收回 是將 地產商 去到 限期之前 拒絕 再交這個 保地價 的費用出來 所以香港政府 是將 大量新界北部 的地域收回 香港政府也似乎 想叫做霸王硬上攻 現在 申請了追加撥款 向財委會申請了300億 當中的魏立法會有大量魏議員問 到底你香港政府 現在 是打算發債支付這條數 還是又是來自庫房呢 因為你看 香港政府現在每年都財赤 而且 財赤 是每年到達1,000億 香港政府的庫房 剩下的錢其實不是很多 只是剩下7,000多億 但是你現在 拿下有幾百 拿下有幾百 很快就玩完了 再加上你每年還要財赤 但是香港政府現在基本上 還是繼續霸王硬上攻 所以不用說 其實香港 繼續是這個 工程貪腐模式 因為 香港 那個基礎建設 是貴到難以想像的 跟全世界很多地方比 跟周邊 很多地方相比 仍然 價格工程造價 是天文數字 所以 香港夠膽 起一條行人天橋 是花十幾億的 這次 項目就是在洪水橋附近 香港 花100億的項目 在內地 可能 是少幾個零 相當恐怖 更加 建制派 議員也忍不住 要破口大罵 說你 內地做一個工程可能有千多萬就成事 說你香港足足 要搞成百億 而且香港 只是一個 叫做海濱維修工程 足足搞了五年 是毫無寸進的 基本上 香港政府庫房的錢 就是用各種辦法 奔走 而 毅立法會是想拿不到 這個是 政府的貪腐模式 因為香港 坐擁著大量的財富 今天因為大量的香港人離開 所以香港 當然 庫房收益是大減的 香港政府 政府的工程是出了名 是開展了綠頭之後 然後 是爛尾的 做了很多年 都無法完食 然後跟你說 瘋狂超資 又是叫政府埋單 基本上你是徹底解釋不了 為甚麼一個地方是要給多 人家幾十倍 甚至乎幾百倍的錢 去做一個樓梭工程 回來的 雖然質素不算非常之差 但是現在偷工減料 各種工程也都在香港開始出現 所以未來 安全也都 有疑問 答案就是因為這個正正是香港政府的貪腐模式 香港 庫房有那麼多錢 打劫庫房賺錢最多 看看這個區域冷卻系統 洪水橋供冷系統 前期工程造價已經32億 估計最終埋單要120億 政府估計 120億肯定是超資 是大把才可以埋單 跟內地比較 內地是每萬平方米 價格是120萬 而香港計出來的價格 每萬平方米 是4400萬 足足 是貴了人家是20倍的 你說多麼貪腐 所以香港 其實你不要說沒有貪污 香港最大的貪污就是香港工程 所以 你會看到就算明明北部刀匯區 是沒有辦法發展 沒有辦法回本的 扔那麼多錢下去 然後地產商又不投地 香港政府仍然 是一意孤行 是不理 財政狀況 也不理副房有多少錢 總之 就是把那些錢 塞進去 我告訴你 大家不要忘記 因為到時 還有沒有得做官 大家都不知道 只是一個 海濱工程1995年 1995年就是一屆政府 政府 所以現在的政府 徹底 官員是不負責任 總之 將項目全部推動 貪得多少 貪得多少 所以不是開玩笑 我很期望 香港真的是破產爆破 因為 你現在計算 只是搞北部刀匯區 紅水橋已經花了你300億 香港的財政儲備只有7000多億 每年赤字1000億 你再加上北部刀匯區 還有明日大雨 也不用計算了 其實應該五年之內 香港政府就要破產了 香港政府現在不擔心你香港的地產商不投地 因為他們現在 打算是要找內地的發展商 來發展 香港的這些所謂都匯區 情況跟方艙醫院是差不多的 絕對不會讓你 香港的地產商佔首 所以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現在 香港政府 香港政府 在香港是得不到任何的藍絲支持 因為 香港的藍絲支持政府的原因就是因為 有利益 但是現在基本上所有的利益 除了這些工程之外 所有的利益都拿不到 香港政府要強行一意孤行 還要強行強推北部刀匯區 我真的不是開玩笑 是樂觀其成 因為 你可以想像到 這裏有幾百億 那裏有幾百億 搞得多搞 整個北部刀匯區 就花了幾千億 實際上當然沒有那麼少 根據早前 那個財務預報 北部刀匯區說要花30,000億 你看看 香港庫房只有7,000億 他計算出來也要花30,000億 到底你怎麼埋單 所以現在很精彩 不是開玩笑的 懂得欣賞時事 就會發現當中 有大量奧妙的地方 等體 是政府大規模發債 我們這次跟大家暫時揭露到這裏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嚴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安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的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為一些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亦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有些人的確保護私隱工具 國家安全法 基本法 23條保護私隱工具 隱藏你的IP地址 隱藏你的網上身份 隱藏你的通訊紀錄 隱藏你的消費紀錄 Surfjark VPN 國家安全法 23條之下 無時無刻都要打開VPN Gmail 用VPN打開USIP註冊新的Gmail帳戶 美國虛擬電話號碼 Text Free 免費試用3日 建議長期付費使用 接收各類短訊及認證碼 虛擬信用卡 Wirex App 新加坡註冊新金融機構Wirex 防止各下消費記錄被追蹤 保護各下私隱 避免國安法及 基本法23條迫害